每年4月至5月 是中国大陆的爱鸟州 但碰上H19潜流感流行 许多活动因此被取消 陆梅说远离鸟类 反而成为多地爱鸟州的现实 在美国波士顿爆炸事件中 遇难的沈阳女留学生 吕定子家属 今年启程赴美国主力后世 河南洛阳掩饰室一宿村庄 数百头猪狗急死亡 市政府指出 专家研判死亡家处是有害气体 严重损害呼吸系统而导致死亡 中国大陆贵州省近来出现雷风 大雨冰雹 冰雹大的像鸡蛋汤圆 造成房屋倒塌弄天绝收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 一亿一千万元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